在戀愛的關係中 當我們在戀愛關係中 我們經常會深思思想見到對方 一見到就會有面紅、手震、心跳加速 究竟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戀愛的行為和感受都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解釋 剛才我們所說的反應 就是因為我們腦中的神經傳遞物質 影響了神經元所產生的結果 刀巴胺是其中一種 主宰我們這方面的情感反映的神經傳遞物質 這就是刀巴胺的分子結構 當我們腦中 刀巴胺的分泌增加的時候 快樂和越越的情緒就會產生 2005年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the Stony Brook的 Dr. Lucy Brown和她的團隊 利用功能性磁力共振造影技術 發現當我們看到心儀對象的照片的時候 腦中的好想機制就會啟動 擁有大量多巴胺神經元的複製被蓋區 VTA就會活躍起你 但看到陌生人的照片就沒有這樣的反應了 這就是我們把左右兩邊腦分開的切面 中間的複製被蓋區 產生的多巴胺會影響旁邊 負負感知愉悅和渴望的伏格核 再接連影響我們負責認知和決策的持壓葉皮質 這個我們同稱為好想路徑 我們都喜歡被獎禮 深深地被刀巴胺所產生的正面情緒所吸引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不自覺地 想尋求一些會令我們刀巴胺分泌增加的對象 也都解釋了為何我們戀愛的時候 經常都深思思想見對方 除了利用人腦造影技術去反覆驗證之外 科學家都利用草原填鼠去做相關的實驗 科學家首先將填鼠仔分開兩組 一組在皮下或伏鑑核那裡注射多巴胺畜效劑 提升草原填鼠體內多巴胺的水平 而另一組就注射多巴胺結礦劑 去減低填鼠體內的多巴胺水平 之後科學家安排填鼠仔 分別與素未謀面的填鼠女A 獨處六個小時培養感情 然後分開它們 等藥力過了之後 填鼠仔的多巴胺水平回復正常 就可以開始做伴侶偏好測試了 科學家安排填鼠仔在中間 舊傷好的填鼠女A放在一邊 而另一隻陌生的填鼠女B就在另一邊 之前接受多巴胺速效劑的填鼠仔 就會投向填鼠女A 即是舊情人的懷抱 相反 之前接受多巴胺結礦劑的填鼠仔 就會無差別地探訪兩邊的填鼠女 這個實驗證明 我們體內多巴胺的水平 會影響我們覺得身邊的對象有多吸引 對我們會否選擇這個對象成為伴侶 有關鍵的作用 其實平日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令我們的腦部產生多巴胺 例如做運動或者進行一場演出 所以也解釋了為何有些人做開運動 一不做運動 就會有嘔嘔的感覺 之後我會再跟大家從科學的角度 去講解如何維繫感情 一個人的基因如何影響她的專一程度 還有有沒有機會做到毛痛實亂 下次見